在BOMTEX後終於可以和大家見面了 大家好,歡迎在BOMTEX後 從頭到我們校園哲學懷抱 我是3C班的劉宇峰 我是3C班的佐興宇 Ellen,話說你在我們校園哲學裡面 都算是一個比較新的面孔 那你最近路過教員室 有沒有見過一些只有新面孔的人 有見過幾位新的老師 但是對他們的了解也不是感動 那就對了,校園理財 早前就委託了一個好家的肥仔 就和其中兩位老師做一個訪問 事不宜遲,我們一起GO!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 今天又是我3C班的劉宇峰 為各位做老師訪問 今天就很榮幸邀請到 賴寶寶老師 Hello 還有陳翠子老師 和我們做一個老師訪問 我們現在就開始問問題了 我知道其實MISS CHAN除了 除了MISS CHAN有主修中史和世史之外 賴Sir在讀大學的時候 也有主修中史和世史的 為什麼你們兩位在讀大學的時候 會選擇主修這兩科 不如由賴Sir你開始說說吧 好 其實我自己在初中的時候 非常之喜歡聽故事 所有的歷史故事 包括中國、外國的故事 都非常之喜歡聽 在高中的時候 都選擇中史和世界歷史 作為選擇貨 我去到大學的時候 我就想將這個 興趣轉化成這個專業 在大學的時候 都是主修中世史的 甚至在出來工作的時候 我都將它變成一個職業 貫徹始終做一個說故事的人 不知道MISS CHAN又怎樣呢 其實我和賴Sir一樣 其實我初中的時候 就有位中史老師講故事 其實講得很動聽 令到我對中國歷史 產生了很濃厚的興趣 去到高中的時候 中四的時候 我又遇到另一位教歷史科的老師 他就幫我在歷史這一科 其實找回自己一份價值 自信 所以在高中 中四到中七的時間 其實我一直都有修中史和細史 去到大學的時候 我都繼續把這份興趣延續下去 在大學的時候都選修歷史 到出來工作 和賴Sir一樣 都將這份興趣化作自己的職業 同一時間我都很希望 好像以前的中學老師一樣 能夠幫同學在歷史科那裡 重拾興趣和一份諮詢 好 之後就有一條問題 想問一下賴Sir 其實很多同學都看到你的名字 比較突出 其實他們想知道 到底他們可不可以叫你寶寶Sir 或者寶寶 嗯 這是一個好的問題 我不介意同學叫我寶寶Sir 因為師生的關係中 有一份親切是非常難得的 但是如果叫寶寶的話 又可能過於親力 所以我都希望各位同學叫我寶寶Sir 那就可以了 好 明白了 麻煩你了賴Sir 之後我就想問問Ms.Chan 雖然你今年沒有教我 但我從其他同學中得知 其實你上課和同學生溝通期間 的用詞都會比較貼近潮流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呢 其實我上課的用語 和我日常生活的用語很相近 同學在我外貌都知道 其實我非常年輕 和同學年歲相差無多 所以同學的用語和我的用語都很相似 一天上課這麼多時間 少不免就會分神 有時在適當的時候 穿插一些我們日常的生活用語 讓同學在上課的時候 就更加能夠專心一點 和感興趣一點 和將精神和集中力 回到歷史的學習當中 好 既然你們兩位都來了我的學校 到一個多月了 其實你們兩位 對於我學校的學生有什麼看法 今次就由Ms.Chan 你開始說先好不好 好啊 其實我對於大紅同學的看法 相當正面 我覺得大紅的同學 大部分的同學都相當熟學 這一點我非常欣賞 作為一個學生 我認為最重要是 保持自己學生熟學的氣息 第二件事 我覺得大學的同學 很多時候都有很多想法主見 不過大部分的同學 都不會把這些想法和想法 宣之於口 我也很希望在接下來的日子 可以發掘多一些同學心裡的想法 和他們的所思所想 都歡迎同學多些同學分享 好 那之後 波波Sir你呢 我來了大紅一個多月 發覺大紅的學生 除了純品之外 每個同學都非常有他們自己的個性 這個個性就真的很難得 我希望在之後的日子裡 發掘到其他同學更多的優點 不過在這個幾年裡 我都發覺大紅的同學 有些都可能缺乏自信心 如果同學有機會見到我的話 可以跟我打招呼 多點和我交流一下 建立一下自相 或者讓我認識一下大家 就最好了 好 今天就多謝你們兩位 受我們的邀請 如果想對於其他新老師 有多點的了解 各位要繼續留意我們校園電視台 之後我們就會有多點新老師的訪問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小ixí 你們兩個這麼急去哪裏? 我們正在去參加blog game活動 那裏有很多不同組的blog game 例如牛逗獲、小靈快手和三角殺 這麼棒?那什麼時候開始? 由11月14日開始,每個星期二都會有 去到12月,不是嗎?是星期五來的嗎? 那是11月24日 那去哪裏舉行的? 我們可以在小禮堂玩 原來是這樣,那就 11月14日要一定來 我們可以在小禮堂,請到小禮堂